我为什么转这个不只是对杨天真的表现的一个认可 而是因为我对这个题目产生了这个想法 就是人生有很多东西你辞不掉的 然后靠着喜欢与不喜欢来决定你要不要离开 那当你遇到一个离不开的环境的时候怎么办 老师不喜欢你你要不要退学你可能退不了 因为没有人要答应你这个理由 就是老师不喜欢我我要不要退学 而最后衍生出来的一个我觉得非常哲学的处境就是 如果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喜欢我 我要不要去死啊 你知道有多少人觉得这个世界不喜欢他吗 就是那个觉得世界充满恶意的人 他到底是怎么看待世界与自己的关系 我们这个被别人喜欢的需求到底要扩张到什么程度我们才放心 就是为什么有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可以卖得那么好 而我所遇到的每个买了这本书的人却讲不清楚那个书在讲什么事情 因为买这本书的人大部分喜欢的是这个书名 他们好需要当番被人讨厌的时候 他有那个勇气能够承担得住 每个人都想要被喜欢 所以当他被讨厌的时候 他就觉得不安全 可是喜欢有那么重要吗 就是我为什么转过来是因为喜欢只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而已 那个感受啊 有可能不是对方发给你的 而是你自己解释出来的 所以当你觉得世界充满恶意的时候 当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喜欢你的时候 不是选择从这个世界离开 而是选择知道这几位辩友所说的 就是喜欢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活着不是有更好的原因 而不一定要被喜欢吗 所以这是我最后转的原因 就是不要把喜欢当成至高无上的标准 我知道很多人存在一个家庭里 你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 我们不必粉饰太平 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不喜欢自己的孩子 你退得出那个家吗 你退不出 所以到最后 世界上所有你收到的恶意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你怎么去解读这个恶意 你永远不可能要求那些给你恶意的人转过来说 我改成给你善意 唯一能够改的人是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收到了恶意 可是我们有办法把这件事情理解为它不重要 这是我给你们建议的